Fx 求反函数的导数 反函数的导数 会等于圆函数的导数分之1 那么圆函数的话 应该是等于在哪一个点的导数呢 我们先解一下 这个等于1 我们可以得到x4等于0 所以我们把 F导数 指数函数的导数 指数函数造写 指数部分再导一次 这是2 x的导数是1 这个是x用0带进去 我们得到1 3 指数函数 给函数 求反函数的导数 反函数的导数 等于 圆函数的导数分之1 那么圆函数在哪一个点的导数 我们先解一下 3加2x加1的3x次方 等于4 那x呢 要等于0 这个时候 3加0加1的0次方 才会等于4 所以这个是用0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5分之1 给fx求反函数的导数 反函数的导数 会等于 圆函数的导数分之1 那么在 这个值要等于1的时候 我们先解一下 x是等于多少 这个是1的x减1的负x 要等于2 反函数在1的时候的导数 那这个x 这个x呢 要满足 这个是等于1 反函数 这个是 我们先把它写成a 那a的话呢 1的a次方 减1的负a次方 这个要等于1 那这个原函数导数 在a的导数的话呢 这个要变成 1的a次方 加1的负a次方分之1 那现在 1的a次方 减1的负a次方 是等于1 我们现在要减 要求出1的a次方 加1的负a次方 我们先把它 两边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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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减1负a 这个平方 这个中间会减掉2 我们再把它加上 加上4 这个就会等于5 这个是等于2 所以这个4加 这个平方 是等于4 4再加4 这个是等于8 那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改成 1的a次方 加1的负a次方 的平方 这个平方等于8 换句话说 1的a次方 加1的负a次方 8开根号 是2根号2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得到 这个是 1的a次方 加1的负a次方 这个就是等于 更号2 分之1 给fx 要求 apron 0 那这个 0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0 所以这个apron 0的话呢 这个要用 导数的定义 所以这个是等于 limit x 去击于0 fx 那这个不能用 对数为分法 这个是 直接 直接用导数的定义 下来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除以x以后 是x的5次方 加2的3次方 乘以1的4x x用0带进去 是8乘上 1的0次方 所以这个是等于8 所以这个不需要用导数公式 或者是用 其他的方法 因为0的时候 这个就是等于0 所以直接用导数的定义 就可以求 y等于1的x次方 的切线中 哪一条切线方程式 会通过圆点 y等于1的x次方 那么哪一个地方的切线 会经过圆点呢 这个切线要经过圆点 我们假如设这个点 是a 1的a次方 切线方程式的话呢 就利用点斜式 y减掉1的a次方 等于斜率 x减a 那么这个斜率 就是一阶导数 所以1的a次方 整理一下 这个要经过00 这个00带进去 负1的a次方 要等于 负1的a次方 乘以a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a等于1 所以a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切线方程式 a等于1带进去 y减1 要等于1的x减1 整理一下 y减1等于 1x减1 所以这个切线方程式 是1x减1等于0 在这个地方的切线 会通过原点 给fx求反函数在3的倒数的值 就是反函数的倒数 会等于 原函数的倒数分子1 那么这个函数值 要等于3的时候 我们把x解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x4等于2 所以这是原函数在2 这个地方的倒数值 所以我们把2带进去 这个我们先把f2算出来好了 f2的倒数 相处的倒数公式 分母的平方 分母乘上分子的倒数 减掉分子 分母乘上分母的倒数 所以f2 2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9 这3乘以2的2 nature log 2 减掉 这是14 乘以4 乘以nature log 2 这个是9 9乘以4 所以这个是等于12 减36 负的24 nature log 2 除以9 约掉3 3分之负8的 nature log 2 所以反函数的倒数 等于1分之1 所以这个呢 所以这个呢 会等于 负3 除以8 nature log 2 给fx 求反函数的倒数 反函数的倒数 等于原函数的倒数 分之1 那么原函数在哪一个点 倒数 我们就先 求一下 这个式子 要等于2 要等于2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x应该等于多少 我们解一下 可以发现 x等于0 cos 0是等于1 1的0次方 也是等于1 所以是f'0 分之1 导数 这是6x平方 cos的倒数是f'sin 里面还有一个5 指数函数 造写 前面再乘上 1 4分之1 这个分之1 x用0带进去 前面0 sin 0也是0 所以我们得到 1 4分之1 分之1 所以我们得到 这个倒数呢 是等于4 如果m为这个函数 过-40的切线写率 那么m等于多少 过这个点的切线 那要注意有-40 并不在 这个曲线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个曲线 曲线是这个样子 -40 经过-40 -40的切线 哪一条切线呢 会经过 经过这个点 经过-40 我们要经过这个点的切线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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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线的切线 结线的斜率的话呢 就是等于一接倒数 前面乘以后面 built 倒数 改 listing 加上后面乘上前面的倒数 我们假设呢 这个曲线上的点 我们假设呢 叫做A A1的A次方 曲线上的点是这个 那经过这个点的切线 用点斜式 Y-A1的A次方 要等于斜率 在A这个地方的斜率 A1A次方加1的A次方 乘上X-A 点斜式求出切线方程式 那这条切线要过-40 我们把-40带进去 -4-A 整理一下 那-A1的A次方 要等于 1的A次方 A加1 乘以-4-A 那两边都有1的A次方 约掉-A等于A加1-4-A 把乘以个负号-4加A 整理一下A平方加5A加4-A 所以4A加4等于0 所以我们就解出来了A是等于-2 这个是A加2的平方等于0 A等于-2 所以我们的图形呢会在什么地方呢 在-2的地方 刚才画太过来 在-2 在-2这个点 然后-2 然后-2-1的-2次方的时候呢 做切线 切线的话 它会经过-4-0 这个切线 这个要过来一点 这个是 下面 下面这个图形 这个就可以看出 在这个地方的点 然后它经过 切线会经过-4-0 这个积分在导数 我们用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导数 这个 fx就是积分在导数的形式 所以fx我们用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我们把它划减 积分在导数的话呢 我们就把t换成4x 这是1的4x 1带进去 1带进去 这个是1的4次方 再乘以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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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以2分之2 1分之1 再乘以2分之2 就是什么 变味道的